这就是灰色吉莲的实力嘛 悟空一个龟派气功打来 他根本连躲都不躲 只用气便轻松阻挡 见此悟空瞬间变身超一对支 拳打脚踢 但依旧无用在变身超二 蓄力一脚之下 吉莲终于有了些许反应 但也只是些许悟空的攻击 根本不够看 突然红光乍现悟空变身超赛神 而吉莲只是一根手指便将攻击阻挡 看来在试探下去 也没有意思了悟空 不再保留一声怒吼蓝光脆体 超蓝变身完成 此时众选手都已停下混战围观起来 而吉莲和悟空的激战也正式开始 悟空早知道吉莲强 但没想到竟如此之巧 还没缓过来 进吉莲就淡淡走来狠狠将它踩在脚下 然后单手提起再重重一拳 幸亏悟空是主角 不然这下绝对被淘汰 他一声怒吼将借王拳提升到 极限二十倍再次冲击 但面对挂逼你怎么打 这啥玩意 所有人都不明白咋回事 只有汗流加倍的悟空 知道那瞬间自己挨了多少拳 他不由赞叹好好好这样玩世吧 随即取消超蓝状态跳到最高处 他要用魔法对抗魔法